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日常生活改善七个习惯如测躺时左侧朝下 饮食药充分咀嚼等就能有效缓解你的胃酸逆流症状 究竟哪些人容易得胃食道逆流英文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简称GARD呢? 简单来说就是胃酸分泌多以及经常逆流的人 会逆流通常受到各种要素影响 例如饮食习惯、年龄、姿势、体型、压力 再加上目前的疾病、过去的疾病等 你的胃食道逆流可能是以下七种原因所引起 高龄者上了年纪后胃酸分泌量减少 食道与生剧来防止逆流的功能变差 吞咽食物的功能也会衰退 因此逆流物会变得很容易停滞在食道 生活习惯有问题的人 摄取不好消化的食物 饮食方式不容易消化 长期摄取不好消化的饮食 最具代表性的食材就是脂肪多的食物 因为在胃部滞留时间很长 会促进胃酸分泌 会对胃部造成刺激的新香料 咖啡、酒也是同理可证 饮食方式也会影响 吃东西不充分聚焦的人 也容易罹患胃食道逆流 因此大胃网很容易得胃食道逆流 还有边走边吃或吃完东西习惯马上躺下来的人 都会妨碍消化 体型过胖或过瘦 当腹部长满内脏脂肪并非皮下脂肪 胃就容易受压迫容易引发胃酸逆流 并非起因于生活习惯 但腹为同样会变大的孕腹 也容易胃食道逆流 原因是随着子宫容积大幅增大 腹部压力急剧升高 广告 据说BMID 过瘦的人也容易胃食道逆流 瘦子大多都会胃下垂 可能是将食物送至胃部的速度太慢所导致 此外身材愈鲜瘦的人 胸口灼热的情形愈多 胃食道逆流是胃液 或食物从胃部逆流至食道所引发的疾病总称 还可分为食道发炎与不会发炎 有症状和不会出现症状的类型 逆流性食道炎也属于其中一种 明明有症状却无法认定发炎的类型 称为飞迷烂性胃食道逆流症 飞迷烂性 Gert 在诊疗当下 有些医生不管有没有发炎 为了方便患者理解 都会以逆流性食道炎一词概括说明 姿势驼背 前弯 后背或腰部一旦弯曲 施加在腹部的压力就会变大 胃液会变得容易逆流 此外 会驼背的人只要一仰坦 胃就会高于食道 逆流物会无法回到胃部 而停滞在食道 经常呈现浅弯姿势的人 施加在腹部的压力会变大 所以也会出现相同情形 顺便提醒大家 一直将皮带竖紧或是穿着束缚的人 同样会在腹部施加压力 容易便秘 便秘导致负胀后 胃会受到肠道压迫 容易饮食道逆流的现象 爱吃新香料多 盐分高的食物 不易消化导致胃酸增加 广告 压力大 压力大的人 精神压力大的人 据说会导致食道粘膜变敏感 另一原因则是压力导致大脑会变得想吃刺激性强的食物 饮食习惯会改变 新香料多 盐分高 油腻食物及酒类等都会对胃造成刺激 让人开始喜欢吃不好消化的饮食 最终演变成胃酸增加 缺乏幽门感菌 或有食道裂孔扇器的人 为了治疗胃快等疾病而消除幽门感菌的人 在胃酸分泌变活跃之下 容易罹患胃食道逆流症 一部分的胃跑到胸部 有食道裂孔扇器的人 同时并发逆流性食道炎的案例不在少数 有此一说 食道裂孔扇器本身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症 这样做就能减少胃食道逆流症状发作 防止压迫腹部 肥胖的人 最好设法减轻体重 以防内脏脂肪压迫到位 身体前弯的工作也要避免 最好猜后间隔三小时再进行 打电脑等文书工作要注意姿势不佳 驼背也会造成压迫 腰带别束太紧 别穿紧身牛仔裤也有帮助 避免餐后马上沐浴以防水压对腹部产生压力 减轻压力 适度的压力可有效调整自律神经保持平衡 压力过大时保护胃部的粘液分泌量就会减少 胃酸会增加 可以多外出散散心 避免负面思考 测躺时左侧朝下 最容易引发逆流的时间是就请食与餐后二三小时 餐后三小时内不要躺下来 一定要躺下时请将左侧朝下 睡觉时上半身抬高15度左右 广告 饮食记得充分咀嚼 每一口最好咀嚼20次以上 睡前三四小时不吃东西 消化液会大量分泌 肠道会冻起来 运用这些消化液的时间是在中午的时候 晚上如果大吃大喝 肠胃便无法休息 控制盐分 糖分的摄取 盐分亦多 食物停滞在胃里的时间会增加 胃酸便会大量分泌 接触食道粘膜的液体渗透压就会升高 食道受到刺激就出现胸口灼热等症状 会使渗透压升高的糖分也是相同道理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